最近家里修院子 也没什么时间出去玩 这口涮是秀得差不多了 和顺岩倒是去吃点饭 然后顺岩点了很多他爱吃的东西 就这样全让他吃完了 然后回到家 他就说他脑袋好 你要说不舍实际我给你找 你再拔一个 再拔俩就好了 老公让我给你拔 那你让我给你拔一个 我不拔 你快 我不拔 以后你要我拔过来 都是给你碰碰碰的 那我告诉你 你从这以后我不拔你了 少要500块钱 少要多少钱 一月少要500 少要500不要 一月给你拔 你拔 你少要这500将来还得再找 就10秒这么架的 你这早点也太扎眼了 你这好像要开天涯 你让我给你拔一个 快点 咱俩吃了 快点 再拔一个 闹一拔俩 我拔俩你就拔呗 我跟你拔有说法了 我拔俩你拔 眼睛正有说法 我问你 我不拔 我能跟你拔哈 我给你拔得了呗 你拔我拔应该得了呗 我不拔手 也真的太扯了 那拔这 你拔 我脑的老头 你拔 我脑的老头 你拔得去 这么重心 这么重心 开天眼 是这样的前景 是有点难受 我今天我就求你件事 我求你憋出去 苏妍 你的发现 确实不允许你出去 你这一写 开天眼没开明白 家这么乱 你好意思 你好意思 疼 疼 疼 苏妍 今天我还开天眼 你看我打 给不给我打红 我已经脑子挤着 要让他好意思出来呢 你看 哈哈 我说是呀 今天晚上还几吗 还开天眼吗 我今天晚上给你看 我这一下的时候 画你出的发现了 我让你成为这个 这个这个烂的一周 哎呀 这不小狗喝呢 喝醉油了 今天呢 做一下回忆经历 我回忆一下 小狗子们从初上 到长大 到现在呢 我都觉得很神奇 第一个让我觉得神奇的是 散除竟然下了 十以个崽子 第二个呢 就是 我们竟然给他们养大了 回忆起那个时候 的生活 那这就是一场噩梦 每天早上四点放出来 小狗们玩到十点 然后两点再放出来 玩到下午六点 然后晚上八点再放出来 玩到晚上十二点 就这样的生活 让他们养到三个月 那个时候 正好赶上疫情 家里的狗粮不够吃 小狗呢 吃狗粮 大狗只能吃苞米亚 所以每到吃饭的时候 二马都很激动 老头人呀 吃人 刚上完展的删除 脾气特别的不好 这其中呢 最难受的就是笑话 经常罗为删除的触期痛 然而现在呢 小狗们都去了新家 有了自己的新主人 并且和主人建立了 社后的情感 随着这些小狗们 约长就大 我真就分不清 他们谁是谁了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删除这个记忆太强大了 你可以从他们的行为 和表情上 看出来删除的痕迹 尤其是杀娇的方式 那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别小看这种经验 在很多时候 可以棒得上大马 比如说狗子们 着祸的时候 这些小狗们 都会以各种的方式 获得主人的原谅 当然也不都完全是这样 也有几个特别有出息的 比如说呢 无论在马上跑得 有多么狂野 只要主人一喊 他就会毁 也有学习能力特别强的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 记得大壮 他可不得了 人家上学去了 接受系统的 正规化的训练 成为标准的护卫犬 直接进入竞赛吧 之后去参加比赛 此时我们应该祝福大壮 就像祝福一个 即将去上大学的孩子 希望在未来 他能取得右翼的场地 我想在所有狗当中 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小红狗了 小红狗的主人 对他那是相当的不错 怎么形容呢 他就是同事同岁 一起出去玩 一次狗生当中的意外 让小红狗获得了细的生命 我想感谢一下 春秋都宾的庭庆节 我这个还真不是给人家宣传 说句实话呢 在都宾圈 美西都宾 你要是不知道春秋都宾 那我觉得你不是真正喜欢都宾的人 他家所有的狗 都是赛级标准 你就随便拿出来一条 都特别的好看 那荣誉就更不用说了 凡是你能说出来的比赛 都得过奖 我为什么要感谢婷婷姐呢 就是我家这些小狗 从最开始绑耳 到现在 耳朵几乎全都立起来 就是看了婷婷姐 给我发的视频 在后期呢 包括很多小狗到新主人家 耳朵绑不好 我也多次反复的为了挺人家 他每一次都热情的回答 假如有机会呢 希望在未来 我也能养一条春秋家的毒兵 这期视频呢 其实我一直想发 但是我呢 又不敢发 视频中的一个大胖娘们呢 对赛楚太不好 不是打就是骂 找个理由 就想年头走啊 太过分了 老跟他说这话干啥呀 他真长得很臭 我觉得他长得挺好看 我觉得他长得很臭 像臭 虽然是这位也赶上 鱼虾胜吃鱼 连一个鱼子都没有啊 不知道是总是在地位 应该是地位 严姐 你再给我吵呀 怎么的 你有遍老跟他打仗啊 你又来吧 怎么的 怎么的 还去不然去 赛楚 你竟然有桌子啊 做好喝一架 上电池去 这么快留了 上电池去喝一架 我管你进入口都不能喝 因为我已经给你们招了 我对你去 上哪啊 上电池去 看到这里呢 我想大部分人都看明白了 大胖娘们对赛楚 那是恶意满满 今天时间扭曲 那我模仿我摸他啊 我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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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模仿你 啊 哎呀我做这片要聊什么 我就不明白了 你做视频你就这样 你要天天发的晚 看完了刀板呢 现在咱们看看正板 正板那就非常的可爱了 几只大胖娘们能模仿的 走 你看玩的杀叫 来看看你的表演 继续 接下来呢 就是比较残忍的一面了 那这是从早上 挖到晚上啊 赛楚太可怜了 你把劳嗦气 你今天跟你儿子打仗啊 他是跟你一直你不知道吗 哈哈哈哈 你先进去跟他俩打仗 我都服了 我说你儿子是命运 你说你 什么时候你给你儿子留点刺 啊拿点刺 行说长歌的时候 就是多吃点不错一样 你更能变 Het 此刻还是说 至少说你吃 他还要连cc females Bas 你这些是我伴手续 你还在 哈哈哈哈 你乃轻狗 喜欢的 谢谢谢谢 还真 叫 aktiv 快 你就一直够 就有意思这么胖